生日快乐 说着他便举起了杯 你敢喝一口试试 人家在祝你生日快乐 已经不快乐了 人家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是不是管得太严格了 更何况 在你眼门蟹的底下 喝上一点又能出什么事 来叶青秋 咱们先喝一个 叶青秋看了一眼力挺身 好不好 我 哎呦我去 不说话 我就喝了 叶青秋说完 一口气吞掉了两口 嗯 不好喝 那不然 给你调杯甜酒 行吧 立挺身就像是掐着点一样 半个小时 分秒不差 蜡气已经喝了两杯甜酒的叶青秋 一语不发的转身就走 酒吧后面的停车场 萧楚早已经在车子跟前等着了 一路头都很晕 现在坐在车里 热气一轰 更难受了 立挺身 我头晕 活该 你最好记得现在是什么德行 以后再敢泡 我可以考虑直接把你泡在酒缸里 不喝了 不泡酒 迷迷糊糊差点睡着 把手伸结衣都里摸了半天 最后拿出一个盒子来 给你的生日礼物 立挺身接了过来 打开 是一只手表 叶青秋又躺到了他怀里 抬手 捂了捂自己的手指 多亏了他们 不过还得辛苦他们几天 还债 什么还债 本来是想要送你戒指的 关键还没那么贵 既然手指上不方便戴 那些戴在手腕上也是可以的 无名指的血管跟心脏连着 那么手腕肯定也是嘛 这样不只是无名指 我全部都套住了是不是 是 所以这只手表 你最好要戴一辈子 不能丢 也不能让它停了 你欠了谁的债 我不想回叶家 会被爸爸训的 嗯 想回我那里 其实 他也就是头晕 神志却清醒得很 但是下车的时候 他还是借机耍赖 立挺身 你看看我的脸 我喝醉了 你要背我回家 立挺身沉着脸 看着他明显好转许多的脸色 你是属万年寒冰的吗 正好脸很烫 你帮我敷敷 我要背 叶清秋 我要背 电梯从一楼 升着立挺身公寓所在的楼层 提示音响起 电梯门打开 走廊里 一道威权的身影 突然挺直了腰身 有些激动地 走到了电梯门前 当看到电梯里的人时 他脸上的表情 瞬间僵硬 立挺身背着叶清秋 跨出电梯 那么他不懂对 小船 就像